在這裏有我們在中間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進來 先進影片的臉底彩照 先看一下中間前方 好 然後後面呢還有我們臉書裡面有一些 然後再看一下我們中間前方 下方 臉書前 那我請方大輝和母親場跟一位朋友們揮一首 是一下 已經很久沒有來到這個台灣開場 這次即將在8月24號再一次來到台北小巨蛋 賈靜雯的女兒布布啊 聽說在睡前的時候 都要這個修傑凱念故事書給她聽 聽說也已經成為了你的粉絲 愛美的粉絲 愛美的粉絲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對我想 就是發了信的書之後 也馬上送給她 然後可以馬上 就是底下可以再看 哇塞 所以到時候這個 做上嘉賓也可能會有這個年齡 非常小的小朋友囉 對 台北小巨蛋 也是睽違8年 再一次站上台北小巨蛋 那你心情怎麼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 非常開心呢 因為真的做音樂的就是很喜歡Live 表演 那真的很久沒有真的是 這麼直接的去跟歌名見面 所以我覺得這次是緣分也是剛好 就是因為小巨蛋的氣也不容易 所以讓所有的事情都做得上 那我覺得非常開心的 那也迫不及待 是這樣說的 3 2 1 請看一下 方大鵬TiO明星之子 尋規夜上會台北一站 即將在8月24號晚上7點半 再一次爭上台北小巨蛋 而門票即將在6月28號 下週五的中午12點 正式開辦 那這次呢有這個麥克風 也希望方大鵬拿著 帶著我們的麥克風 可以在現場和大家分享好音樂 我今天請方大鵬拿一下 看到會不會很重 OK嗎 其實那個事情是大概 四五年前開始做的吧 因為我母親其實她在20多年前 她是做教育這方面 她有自己的課程 然後後來她在我入行之後 就是來幫我了 那後來她就在這個 Education 教育這方面 就沒下那麼多時間這樣子 那後來我說有一天 等我自己譬如說 事業上穩定一些 那我可以幫她想一想 重新再 可以去發展她這一塊 那後來我就想了一個新的方式 就是透過兒童的圖畫小說去繼續表達出她在她課程當中的一些理念 賈金文的女兒部寶還蠻喜歡這系列的 對 我也覺得很開心 因為上次就是聽說她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她媽臉給她聽 所以我會就是一旦推出最新的三本 就是今年也會推出也會送給她們 你還成家立業的 這個應該不容易吧 現在特別忙 又自己開就是音樂公司又寫書 所以可能也沒那麼快 母親好像也沒有在吹 所以都暫時 所以媽媽都沒有吹 沒有沒有 好像有網友都說子簽女藝 對啊 其實沒有這個 沒有定 沒有這個規定 但是剛好緣分吧 對對對 對對對